源源不绝的创意 制作出多部快智人口的戏剧 红红多位偶像明星 让它被誉为偶像剧教母 知名作家九把刀 凭着热血情怀 不间断写作热忱 终于成功跃升台湾畅销作家行列 至今累积出50余本作品的惊人创作量 才子与才女的组合 在新作里碰撞出全新火花 新一代演员陈妍希 极客震动 使作品更加可圈可点 在现今好莱坞强片的威胁之下 他们仍不惧强敌 力致要创下亮眼成绩之外 还要感动你我心的最深处 每一个人都年轻过 每一个人都有一段青春时光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学校的生活 有的时候我非常羡慕作家 编剧或者导演 他们可以把他们自己的年轻的时候 最珍贵的那段日子记录下来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那些年你在年轻的时候 你做过什么事情呢 你还记得吗 你有一起追过一些女孩 还是有一些男孩追过你 其实那都是最美好的时光 最近有一个偶像剧教母 还有一个最会写书的九把刀 好 她们要合作了 让我们来欢迎她们 嗨 财之瓶跟我是老友 我们从好彩头开始 对 那些年 我们做了好彩头跟超级新鲜 超级新鲜 那些年 对 那些年你还没生 我们不是排挤你 是真的那些年你还小 那些年她在看我们制作的综艺节目 九把刀切成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号 我们知道这个 从这个财之瓶小姐做完了 超级新鲜天 她就转向偶像剧 就变成流行花也偶像剧之类 但是我在非常注意她的行为 她在有一年 我记得她有一个新闻 她牵了九把刀 做作家的经济 作家经济 那个时候我看到你第一部的电影 我一直期待你下一个作品 对 因为我拍第一个短片的时候 老实讲她只是虚荣心 就是可以被教导演好像很厉害 但是拍完之后就不一样 心态反而转变 会觉得 希望她可以成为我梦想的一部分 戴着九把刀 真的是写很多怪奇怪略的小说 对不对 蛮多类型 她写做很多型多样化 有什么杀手型什么什么 惊悚系列 然后有这个杀手系列 然后有爱情系列 武侠 奇幻 奇幻 那些都是假的 这个是真的对不对 这是我的青春 就是小说是百分之一百 都是真实的 那电影会做改变 电影比小说还要再感人很多倍 真的 我今天看了自己都觉得 他刚刚来很好笑 我跟妳讲喔 真的好看欸 什么 我就说你是说哪部电影 我说这部电影 我就迫不及待想要跟全世界人讲 我们真的做了一件非常厉害的事情 很多人看过你的电影 都说这部电影是近年来最好看的一部 有眼泪 有欢乐 有青春的一部电影 有内容有意义 听说这部戏 你的剧本就弄了很多次对不对 他就是从不知道什么2.0版 写到第几版 10.6 10.6版 哇 比你写剧本还麻烦 不一样 因为呢 一个电影呢 他其实短短的两个小时 他就要表现最好啊 我们连续剧还可以 这一集有一点 这一集不强 我下集补强补强 对 然后《综艺》呢 以前我们不是这礼拜 这个单元录的不好 那下礼拜就不要了吗 对 我每次都想 今天没有最好的节目 只有会更好的节目 但电影就不行 不行 做完了就跟CD一样了 完成版 对 我以前帮别人写剧本啊 老实讲就是 都没有写超过三天 就写一个电影剧本 你写别人就这样不惊心了 我之前以为 誤以为我自己非常尽力 三天就可以写完一个作品 而且都 都有拿到钱 但是我后来发现自己写剧本的时候 原来我自己要拍电影 你今天算是在忏悔是不是 不是 在炫耀我对这部 曾经给过九把刀的钱的人 就我对自己要拍出来的东西 反而会想很多 希望他越改越好 所以我从1.0的版本开始写 最后改到10.6 大概花了十几个月的时间 十个月的时间 有梦想就有坚持嘛 然后这个当中其实 我知道财志平就是想办法去找到钱嘛 让他来完成这个梦想 当然你是对他有指望啦 没有 我觉得其实啊 从头到尾我没有忧虑过这件事情 我觉得钱是一定可以想办法找得到 那我觉得前提是 为什么这件事情很快的就成功 然后我们也没有花很多的时间 是因为我很相信他 我看完他的爱到底以后 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会说故事的导演 虽然他在镜头语言的技术层面上面 当时有点薄弱 可是我就觉得 这小孩子是会说故事 会说故事 所以毫不犹豫就说好拍 好 钱不用担心 然后他也自己投资 我觉得自己投资很重要 就是 比如说我们在拍片的过程中 而且他说我自己投资的话 我一定可以选我要的女主角 最基本的坚持啊 因为第一次当导演 最基本的坚持啊 我告诉你啊 你这个坚持有坚持得很过分喔 这一定他很负责任 他说 如果说今天这个作品拍不好 那要痛我也跟着一起痛 而且喔 他认定的那个女主角 他就认定他对不对 而且你很早也认识他 对 认识很久了 那你认识他很久的时候 你拍这个戏的时候 就觉得要是他吗 我一开始写剧本 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但是 就有一天 我请我们公司的人去我家吃饭 吃完之后 陈一熙先走 他下楼 我陪他一起坐电梯下去 那电梯里面就只有两个人而已 就一直在那边打赛啊 这个时候 妍熙忽然看着我 然后很吃惊地讲说 把刀把刀 你这样会受伤 我说啊 什么 这个时候才发现原来我的左手 拿着我家大门的钥匙 在挖我自己耳朵 我从来 你被电到了 对 我从来都没有这个习惯 忽然之间 我意识到 原来我跟他相处会紧张 所以我觉得这个特质是很 你在讲什么 你跟他吃饱了吗 要回家了吗 哇 九八道你也有今天喔 就是 就是一个很不容易紧张的人 主要都是很开心 但却跟喜欢女生在一起会紧张 我想要把这个感觉 带进去电影里面 人家说嘛 導演一定要爱上女主角 这戏就会好看 没错 对... 而且你这个故事本来就是 你就是那些人 你就是我们一起追的那个女孩 女孩就是陈妍希嘛 她是不是长得就这个样子 其实真的好像 我们拍把一个前导拍出来之后 我把那个前导影片拿给 过去跟我一起追求 沈嘉宜的这些好朋友看 每个人都觉得 选角选得太好了 我觉得说选角 看在一般人的眼中 只会觉得女主角漂亮有气质 但是我觉得 最珍贵的还是 跟我一起追求女孩子 这些好朋友 她们好喜欢陈妍希 对 而且她把女主角 选了跟她以前爱的女孩 不过那个女孩看起来就是 大家在青春回忆当中 就有这么一个女孩功课又很好 全班男生都喜欢她 很优秀 很优秀 然后长得又 比普通女生好看一点点 好看一点点 也不是艳丽型 对... 也不是像你这种活泼型的 我活泼吗 对啊 不是 严肃型的吧 你在学校 你在大学的时候 我... 据我所知 你是 从下午跳舞可以跳到晚上 不是 我在学校的时候原因是 因为我那时候都看小燕姐的节目 那时候叫做 不是 什么 我是一百拉 哒哒哒哒哒 然后呢 我就每个晚 离拜天晚上看完以后呢 离拜一就模仿给同学看 所以我模仿的人就是你 如果大家觉得我很活泼 那我就是在模仿你 所以这样我就不能讲 好还是不好 其实这个很有意思 陈妍夕 我记得在 在看你们资料当中 你们开始选角 就有蔡昌县啊 有郝少文啊 都是跟你的同学很像 而且最主要的 就是那个男主角 就是应该跟你很像了喔 对 这个就是我坚持的 女主角让你选 但是男主角呢 就是一定要回来选 不可以跟你长得很像 好 这张照片就是 这个小男主角 今年才20岁 对不对 后面就是导演 就是 大家都会很傷心吧 酒吧 男友会了电影 只好对不起才制屏啦 我们那些年 送新闻局送神 居然都是限制集 其实我是邀 所有公司的人都要许愿 这部电影如果我最后 不是限制集的话 你要贡献一件什么事情出来 因为我自己发的怨到特别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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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